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隨著《施戰朝鮮》第二季的結束 觀眾們除了又得要開始伸長脖子等待之外 更多的是對於劇中生死草以及寄生蟲所引發的喪屍瘟疫的討論 如同我們在第二季深度解析裡提到的 《醫女徐菲》在七年之間對於生死草和寄生蟲有了更多的認識 但卻還是有許多謎題尚在破解 影集裡也有不少矛盾的地方讓人苦思不解 因此我們特地把影集從頭到尾再看了一次 也整理了觀眾們對於異病的疑問 要在今天的影片裡試圖一一回答以下這幾個關鍵問題 喪屍疫病的真相是什麼? 喪屍的種類有哪些? 喪屍到底如何進化的? 蟲的弱點到底是什麼? 蟲如果怕水,為什麼煮成湯還是會傳染? 原子身上為什麼還有蟲? 不過這畢竟只是我們根據所看到的資料做出的推理 如果你有不同的見解,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打開字幕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就不會錯過新影片上限時的通知了喔! 整個施戰朝鮮的主軸環繞在肆虐於朝鮮王國的一種神秘瘟疫 染上瘟疫的人都會在死亡之後復活 變成追逐著人肉與人血的行屍走肉 凡是被咬傷的人都會被感染 唯一已知能夠阻止疫病的方法只有攻擊染病者的頭部,再將屍體火化 這場疫病的零號病人是朝鮮的王 在因病身亡之後被領向趙學柱下令 以一種名叫生死草的植物復活 後來英女徐菲發現,真正造成死屍復活的 是一種將蟲卵產在生死草葉片上的寄生蟲 而如果想要探討疫病的真相 就要先明白蟲卵與成蟲具備著不同的特性 而因為控制大腦的是成蟲,因此我們大膽假設 只有成蟲會傳染,蟲卵並不會 《世戰朝鮮》裡的喪屍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種類,分別是 不會傳染的第一代喪屍 代表的人物有0號病人王以及安炫大監 還有三年前打退日軍的五百位村民 會傳染的第二代喪屍 代表人物有王妃以及絕大多數影集裡面出現的喪屍 不明變異的第三代喪屍,代表人物有新的王——炎子 關於炎子我們會在影片的後段解析 而現在我們想要先針對前面兩種來討論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第一跟第二代喪屍的幾個特點對比 第一代的宿主都是以屍體的方式開始的 透過了針毯生死草的枝葉、插腦的方式復活 被第一代咬傷的人都只會重病慢慢死去 死後並不會復活,因此第一代喪屍不會傳染 第二代的宿主卻原本都是活人 他們要不就是吃下感染者的屍體 或是直接被其他第二代感染者咬傷之後立刻死亡 因在死亡之後復活,變成會傳染的第二代喪屍 在上一段裡我們做了一個假設 那就是,只有成蟲會傳染,蟲卵並不會 而因為被咬傷之後會不會傳染,是區分兩種喪屍的關鍵 因此我們認為兩種喪屍的唾液成分也有所不同 所以第一代跟第二代喪屍的差異就會再追加一個 在影集底喪屍從第一代進化到第二代,基本上發生了以下的事件 如果我們把剛剛兩者的差異套入劇情的話 就會得到以下這樣的結論 從每一集的片頭我們看到 0號病人王在死亡之後 被沾有生死草枝葉的針插入額頭 這個枝葉中帶有因為研磨破軟而出的成蟲 直接進入了大腦,控制了王的肉體讓他復活 接著成蟲在王的體內產卵 而卵需要特定條件之下才會孵化 因此王的唾液成分裡面的是蟲卵而不是成蟲 當王咬傷丹兒之後 蟲卵透過傷口進入人體,但依舊沒有孵化 所以被感染者只會重病並不會死亡 也就是說,成蟲在直接控制了第一代喪屍之後 會在他的體內產卵 但是蟲卵需要特定的條件之下才會孵化 因此被第一代喪屍咬傷時透過唾液傳遞的 只是尚未孵化的蟲卵 而被蟲卵感染只會造成重病並不會直接死亡 死亡之後也因為體內沒有成蟲所以不會被控制 反觀第二代喪屍 是因為吃下了丹兒帶有蟲卵的屍體之後 先被殺死再復活的 因此我們推論,丹兒體內的蟲卵 在烹煮的過程中因為高溫孵化而成蟲 被村民吃下肚 所以成蟲就在村民的體內透過消化系統攻擊 先殺死了村民之後,再控制天谷讓他們復活 而因為他們體內已經有了成蟲 所以唾液成分裡面的是成蟲而不是蟲卵 導致被他們咬傷的人會被成蟲給感染,進而死亡 我不懂 簡而言之,第一代喪屍,例如王或是安炫 透過咬傷傳遞的是蟲卵 而第二代喪屍透過咬傷傳遞的是成蟲 而這也導致了被咬傷的人的不同下場 另外我們覺得 生死草葉片上面那一顆一顆白色的物品 應該不是蟲卵而是卵囊 真正的蟲卵應該是藏在卵囊裡面並且小得多 否則研磨生死草的時候,應該蟲都會被黏死才對 看完上一題你心裡一定有個疑問 如果被第一代咬傷的人體內只有蟲卵 那麼為什麼趙學柱泡在水裡的時候身體裡鑽出來的是成蟲呢? 而答案就在於寄生蟲的弱點 英女徐飛是第一個發現 不管是第一代還是第二代的喪屍都討厭高溫 但是我們覺得 溫度只是寄生蟲的喜好而不是弱點 他們真正的弱點只有一個,那就是水 如同徐飛發現的,被咬傷的人只要還沒死亡 天谷還沒被控制,就可以透過泡水逼出寄生蟲 患者也會立刻痊癒 李蒼等人在最後關頭之所以能逃過一劫 也是因為還沒死亡就跌入湖中,逼出了身上的蟲 趙學柱泡水時鑽出了成蟲 就是因為他身上的蟲卵遇到了水而孵化或是融化 使得裡面的成蟲紛紛紛跑了出來 而寄生蟲怕水而不是怕高溫 也回答了整個影集裡面最多人好奇的這個問題 第二代喪屍之所以會形成 就是因為永信把丹兒的屍體假冒成動物 煮成湯讓村民吃下導致的 但有很多人都在問 丹兒的屍體泡在水裡 從不是應該就跑出來了,怎麼還會傳染? 其實答案很簡單,就是因為屍體是被煮成湯 不管是在第一季的第一集裡的池綠萱 還是第一季第五集漢陽城的監牢裡 被感染的人肉都是被煮成湯的方式料理 因此原本躲在肉裡的蟲碰到水之後 雖然鑽了出來,但卻全部跑進了湯裡 而那些村民一例是連湯帶肉吃下去 自然也就把湯裡的蟲給吃下肚 導致寄生蟲從消化到攻擊宿主 而至於為什麼蟲被高溫的水煮了還不會死 我們覺得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就是蟲本身的特性可能耐高溫 第二個就是其實煮屍體的水根本就沒有煮滾 以吃綠萱為例子 永信就是因為看到村民一個個機場碌碌 才會用丹額的屍體假冒成動物給他們吃 而在那麼急迫的情況之下 他又怎麼會去留意 那鍋水是不是煮滾了?肉是不是都熟了? 一定是目測看看差不多了就急著分給大家吃 因此很有可能雪裡的蟲都還活著才會引發死亡 換句話說,如果當初永信不是煮湯而是用BBQ的話 整部影集在第一季第一集就會結束囉! 第二季結束時的最大懸念 就是七歲的原子身上竟然出現了寄生蟲爬行的痕跡 在原子還是嬰兒時,曾經被第二代的喪屍咬傷 照理來說身上應該充滿著成蟲 但根據徐菲的觀察發現 大腦上未發育完整的嬰兒,是不會被寄生蟲控制的 而徐菲也曾經把原子泡在水中,逼出他身上的成蟲 我們推論,原子身上的蟲,代表著三個可能 第一個就是 內幕是原子剛剛被身邊的太監感染,即將要被控制 第二,原子嬰兒時期的蟲,可能沒有被完全驅趕 因為我們只看到徐菲泡了原子的手 剩下的蟲在他的身體裡刺激而動 第三,寄生蟲在無法控制的嬰兒體內發生了異變 跟宿主產生了一種新的寄生關係 讓原子成為了第三代的喪屍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對於《施戰朝鮮》裡的寄生蟲有更多了解了呢? 當然,這只是我們根據現有的資料做的推論 不一定是正確答案 而且還有一些我們想不通的地方 例如,趙凡巴明明被第二代喪屍噴了一嘴巴的血 為什麼沒有被傳染呢? 所以要是你有答案與不同的看法 或是有更多問題的話 也歡迎你在影片下方告訴我們喔!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影片更新,除了訂閱和按小鈴鐺之外 也歡迎到Facebook、Instagram以及Line上面追蹤我們 收看更多《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www.oFacebook.com 看看影片上方的最初 你可以看到文明網雀的位置 18很高級的叫做文明尺 獲得很好 但西純十、有都是元首 他在網上看不死 也有 rise 突然是 解決了 不然而知 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